天诛地灭 从前啊,有一个县令,到某地上任的第一天,为了表白自己的联名公正,就亲自写了一副对联。 上联是,德义文天诛地灭,下联是,徐义琴南道女昌。 写好以后,自我欣赏了好久,就请有名的工匠,用上好的木头,制成了烫金的试帘,举行隆重仪式,亲手啊,将对联挂在衙门两边。 这件事,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县城和远近乡村的老百姓,他们都纷纷前来衙门观看。 观看的老百姓,无不交口称颂,大家都奔走相告说。 我们盼星星,盼月亮,总算盼来了一位清官大老爷呀。 可是,时间不长,这位清官大老爷,就放纵豪身恶棍,为非作歹,欺压百姓,所惠受贿,大大的超过了他的前任。 人们,人们承受着极大的苦难,敢怒不敢言。 一天,有一个大胆的武夫闯进了衙门,责问这位县令说。 老爷,你难道忘了自己挂在衙门口的试连吗? 这位县令,竟然厚颜无耻地说。 没忘? 我怎么能忘呢? 我立下的誓言,我怎么能不照着去做呢? 你没看见吗? 我得的贿赂,哪里只一文钱? 我寻的私情,又哪里只一件呢? 县令皱了皱眉头又说。 哼,你不要无礼了。 要不是看你是个大老粗,读不懂我的试连的真正含义,我就要责打你五十重棍。 快滚吧! 接着,几个衙役就把这位武夫赶出了衙门。 小朋友们,天猪地灭就是来自这个故事。 猪就是杀死的意思,意思是天杀地灭,比喻罪恶深重为天地所不容,多用于发誓,也可以做天地猪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